这是一部让神探夏洛克险些跌下神坛的高质量悬疑探了应聚 网友直呼这一集的凶手简直就不是人 咋回事呢 原来牛津连续发生了多起失踪案 受害者无一例外都死在了维泽姆森林公园 他们要么是被撕成了碎片 要么就是事无全失 凶手究竟是人是鬼 善人动机又是什么呢 话不多说直接盘他 故事的一切都要从一个叫英格利的丹麦交换生离奇失踪说起 负责他起居生活的沃伦池博士发现 已公换书的帮佣英格利在昨天晚上上完夜宵后就再没回来过 再加上他在牛津并没有什么亲朋好友 所以一直处于失联中的他 不得不让人怀疑是遇到了什么不测 于是接到报案的摩斯便立马对英格利常去的夜宵进行了走访调查 一圈下来摩斯在西班牙裕老师那里得知到 当晚他们下课后本该是去酒吧消遣的 但他却在途中选择了离开 去了那里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他好像是有个叫皮特的男朋友 在维之务森林公园那边 一个叫科扣堂庄园 对是那里的园丁 但皮特却否认了当晚见过英格利 而且他俩也并不是男女朋友关系 而是在酒吧有过几次点头之交 但他却诉说起了 英格利好像说过什么 弗伦池博士的情绪最近非常低落 所以他才在酒吧与人喝酒聊天的 但可就在摩斯把调查到的案件信息 告诉了星期四探堂后 星期四探长却惊奇的发现 这起失踪案竟和四年前 他朋友女儿凯莉 遭受到的那起性侵案极为相似 同样是发生在6月5号 案发地点也是在夜校附近 凶手的手段极为残忍 他朋友的女儿凯莉 到现在都是一个植物人 而这桩未破的案子 也成了星期四探长心中的一个心结 他坚信这两起案子 必然有着某种关联 但可就在摩斯看着星期四探长 说的那种悬而未决的案子时 隔天一早维哲姆森林公园 又发生了一起失踪案 当晚几名夜校的学生在附近野营 他们喝了很多酒 随后又去了河里游泳 可上岸时 却发现男同学帕克不见了 突然警员雪莉在下游排查时 发现了一个戴着手表的残肢 而这个断臂呢 正是失踪者帕克的 但由于法医德布林去休假了 只好找来内政部的病理学家 坎普教授进行试检 但这家伙明显不靠谱啊 距离断臂三米就开始了分析 说啥这是喝酒淹死的 断臂则是被路过的船只打断的 好家伙 这滑水也够溜的 看来只好等法医德布林归来后 才能有进一步的结果了 但可觉摩斯和星期斯坦长 再次找到洛伦池博士 打算问问他最近为啥情绪低落时 又一起人口失踪案接踵而来了 鸟类观察者沃尔西博士 自从去了维哲姆森林公园后 就再没出来过 于是这一次 摩斯便直接去往了维哲姆森林公园 一探究竟 哦对了 洛伦池博士之所以会情绪低落 是因为他放在实验室里的一瓶尿丢失了 干啥用的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科研之类的东西吧 我们再回到摩斯这边 结果寻找摩斯发现了 沃尔西博士的露营帐篷 但打开后却发现 帐篷已经被利刃割得面目全非 鲜血更是喷得哪哪都是 不过与上一期断壁案相同的是 尸体同样消失不见了 而且在日记上可以看出来 沃尔西博士最后一次记录 正是第一起女孩失踪案的那天 但可就在警方对现场进行全面排查时 警员雪莉却在不远处 再次发现了重要线索 那就是散落一地的西班牙语作业 女士背包 还有一个印着洛伦池博士名字的手帕 好家伙 看来失踪者英格利很可能是已经遇难了 但那模式不解的是 英格利为何会出现在森林之中 而洛伦池博士的手帕为啥也在呢 而且上面还沾满了血迹 难道是洛伦池博士杀害了他吗 但博士却说 他家中这样的手帕又不正常啊 但至于英格利是否认识沃尔西博士 这则从来没有听说过 就这样三起案子陷入到了僵局 摩斯掺不透 三人到底有何关联 他们又会不会是同一个人所杀呢 但可就在摩斯百思不得其解释 就有目击者称 他看到了失踪者英格利 在案发当天上了一辆黑色轿车 而开车的人呢 则是维泽姆森林公园的清洁工 于是清洁工斯内特被传唤到了牛津警局 他说当晚他的确宰了一层那女孩 那是因为女孩说自己的钱包落在学校了 周围又没有别的车辆 所以他才出于好心当了一把顺风车 但由于当天他喝了太多酒 所以记不清英格利到底是在哪里下的车了 但显然他说谎了 因为在传唤他来之前 警方就在发现英格利的地方发现了一把 属于维泽姆森林公园员工的铁桥 可在星期斯坦长的施压下 斯内特也只承认了 他的确想闲逐手一把 但英格利却跑下了车本向森林 于是星期斯坦长继续逼问斯内特 四年前是不是也是你 对凯莉实施了强奸 斯内特当然否认了一切 一派胡言 但摩斯很快就发现 这老小子的不在场证据是假的 于是星期斯坦长再也忍受不了 这个曾对自己朋友女儿痛下狠手的人渣 亚裔多年的怒火彻底燃烧了起来 甚至越过法律直接暴揍了斯内特一顿 而另一边的斯特兰吉呢 也在斯内特被审问期间偷偷潜入进了他家 并寻找到了一条属于凯莉的原味三角裤头 好假够变态的呀 面对铁证 斯内特也终于承认了 四年前的性侵案就是他所为 但英格利的失踪案 这和他一点毛关系都没有 咋回事呢 原来当晚他对英格利动手动脚后 英格利跑下了车 但很快森林里就传出了一声尖叫 他便慌忙的拿上铁锹一探究竟 可森林里的惨叫声越来越大 害怕的他只好慌忙而逃 铁锹呢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弄丢的 随后法律德布林休假回来了 他一眼就断定手臂上残存的碎骨 是被大型猫科动物撕咬下来的 也就是说 最近发生的极其命案 极有可能是源于猛兽袭击 于是警方便对这片森林进行了地毯式的收捕 但却始终没有找到猛兽的踪迹 可就在这时 圆丁皮特却尖叫着跑了出来 并说出了洛伦池博士遇害的噩耗 从伤口上不难看出 博士应该也是遇到了猛兽袭击 但摩兽不解 警方在森林里搜寻了这么久 可是一点猛兽的影子也没有看到啊 那么问题来了 一个是怎么绕过所有人的注意 精准的袭击了洛伦池博士的呢 这一切也未免太过诡异了 不是吗 于是摩兽便对圆丁展开了询问 得知博士在临死前 喊出的最后一句话是食人寿 至于他是为何发现博士的呢 则是因为博士之前去了庄园 他的包落在了那里 他是去追博士还包的 摩兽眼看着这些案子越来越离奇了 便又匆匆赶往了庄园 询问博士是为何而来 庄园的主人乔治也诉说起了一段往事 原来在很久之前 他的父亲曾在这饲养过很多老虎黑豹之类的猛兽幼崽 但有一次老虎袭击了年幼的妹妹罗娜 父亲一气之下便惩罚了管理不当的饲养员亚索 并让亚索在森林里处决了那些猛兽 亚索呢也从此离开了庄园 而博士来的目的则是 这里和森林接壤 他想把这里建设成一个野生动物园 之后摩斯又询问了妹妹罗娜 得知了原来博士和她是发小 他们的关系就像家人一般 而且这些年来博士的研究经费 也都是他们家族所提供的 为了证明庄园里的人并没有谋杀博士 他也提供了博士与他们去巴西狩猎的照片 不难看出博士和这一家人的确相处得非常融洽 难道这一系列命案真的是猛兽袭击所为吗 但可就在摩斯对这一系列命案摸不着头脑时 英格利的西班牙语老师突然来到了警局 并告诉警方 其实英格利和洛伦池博士才是真正的一对情侣关系 之前他之所以没有说出实情 只是没有想到事会闹得这么大 出于好心才隐瞒了两人的饮食 毕竟两人属于伦理范畴 啥意思呢 就是年龄差的太大了 而之后警方又找到了 曾被庄园干皱的饰养员亚索的妹妹 并得到了亚索的县主子 而这个弟子呢 就在森林深处 只要找到他就会知道 当年的那只老虎到底死没死 可来到这里 两人却惊奇的发现 好家伙 这里不就是养老虎的笼子吗 上面全都是老虎的爪印 咬痕 并且在这里 摩斯还发现了很多人类的异物 看来饰养老虎的亚索 一定也命上黄泉了 不过就在这时 摩斯却看到了一根红色毛线 而也正是这根毛线 也彻底让摩斯捋清了 所有命案的来龙去脉 摩斯也开始了他的推理 原来老虎虽然是命案的杀人真凶 但始作勇者 却是庄园主的妹妹 罗娜 咋回事呢 原来摩斯在看照片时发现 罗娜看博士的眼神里充满了爱意 而如今 博士却和英格利好上了 所以罗娜便因爱而恨 打算对博士展开复仇计划 说白了就是 我得不到的就要毁掉 于是他先是偷偷潜入了博士的实验室 偷走了一瓶尿 啥尿呢 我终于弄明白了 原来就是博士在研究的 猛兽发情时产生的气味 而且罗娜应该早就知道了 奇迹他的老虎并没有死 而是被父亲偷偷藏了起来 我们回到案子上 在得到了这瓶尿后 他将尿液倒在了博士的手帕上 这样一来 只要他把老虎放出来 不是一旦来到庄园 老虎就会袭击持有手帕的人 然而让罗娜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手帕竟然被英格利拿走了 后来的英格利呢 又遇到了变态难 不得已匆忙跑进了森林避难 而跑进森林的英格利 自然就成了老虎的猎杀目标 而之后不是再次来到庄园时 则是很可能发现了 是罗娜偷走了那瓶尿 此时庄园主也承认了 博士来的那天的确问过此事 但他却根本没有相信 于是罗娜再次顾及虫师 将占有尿液的手帕 塞进了博士的口袋里 因此老虎才会再次精准的猎杀目标 至于另外几起命案呢 只是老虎为了觅食而发生的悲剧 可这一切看似完美的复仇计划 却被一根红线打破了 原来摩斯在第一次来到庄园时 就曾看到过罗娜用这种红色毛线 织毛衣 而他之所以会把红线拽得哪哪都是 则是因为线的另一头 都是沾有尿液的物条 为的就是让老虎熟悉这个气味 精准的袭击目标 还有就是摩斯同样掺透了 博士最后喊出的那句话 并不是死人兽 而是小妹妹 因为博士是恶瓜多尔人 他在生死关头的时候 肯定会不自觉的喊出母语 但两个单词过于相近 所以大家误以为 博士最后喊出的词语是死人兽 但其实博士喊出的就是凶手名字 庄园主的妹妹罗娜 最终警方在罗娜的房间里 找到了那瓶尿 并逮捕了他 而在随后 总警师布莱特 也在围捕那只杀人老虎时 将其射杀 就此则这桩由人虎共同导演的 联魂杀人案 虽然被摩斯破了 但令人唏嘘的是 摩斯还是那个小警员 但斯特兰奇 却接过了警长杰克斯的位置 原因我们都懂 摩斯不散眼表 色恐的一批 还常常因为破案心切 而顶撞丧死 但我们就是喜欢 只来自去的摩斯 不是吗 如果你喜欢 将军有解说的视频 还请多多点赞 收藏分享 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本期点赞超过十万 我将会在三日之内更新 摩斯探长前传 第三季的下一集 敬请期待